Motorola 这几年在国内推出来的机型是越来越少了 去年一整年只推出了一款折铁屏手机 但是今年应该是个好兆头 不但在1月份就推出了这款Motorola Edge S 而且还首发了高通骁龙870处理器 我们也是在第一时间拿到了这款手机 下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使用体验 Motorola Edge S采用一块6.7英寸RCD双微孔屏 2520x1080的分辨率 支持90Hz的刷新率 还支持TCIP3广色域和HDR10 而且它采用的是21-9的超宽影院屏 用它看电影的话会更协调更舒适一些 它前置双摄一颗是1600万像素的主摄 支持AR-1算法 另一颗是8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 有100度的矿矿度 它的背面采用的是3D曲面 有翡色流光雪记出晴两种配色 这个名字起的还是很文艺的 由于它塞进去了一块5000mAh的电池 所以说还是挺厚的 机身的最厚处是9.59mm 实测重量是215g 由于整机比较圆润 握持起来要比iPhone 12 Pro Max好很多 厚值四摄采用的是矩阵式排列方式 一颗6400万像素的主摄 一颗1600万像素的超广角微距镜头 一颗200万像素的人像景深镜头 还有一颗TOS立体深感镜头 摩托罗拉XS首发高通骁龙870处理器 这个处理器和我们之前熟悉的865系列 同属于一个系列 它在CPU大核心部分进行了超频 其他参数都是一样的 可以理解为是865plus超频版 当然了既然是首发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拿到的第一款 骁龙870的机型 那它的表现如何呢 我们也做了实际的游戏测试 就我们经常测试的几款认为游戏来看的话 骁龙865跑起来都是很轻松 对于870来说那就更不是问题了 整体的流畅度都是很OK的 但具体分析来看的话还是有一些差异点 拿和平镜来说 在60帧加HDR加抗驱使开加阴影开的情况下 870和865机型最终得出的帧率数值是基本一致的 但是从平纬度以及真生成实验来看呢 依然是865的机型更稳一些 尤其是在功耗方面 865的整体功耗在3.9瓦左右 而摩托罗拉Edge S的功耗达到了4.6瓦 高出了将近18% 这一点从大核心的调用情况来看的话 也能看出端倪 865的大核心基本全身是在打酱油 而870全身都很激进 所以说功耗自然就上去了 这一点应该主要是因为各厂商对865的调教时间更长 优化的更好 因为有着GPU频率的优势 所以说在对GPU性能要求比较高的游戏中 Edge S的帧率表现会比865好一些 比如说非常吃GPU的光明山脉 在画质特效全开的情况下 Edge S要比搭载骁龙865的iQ5 Pro频率稍高一些 但同样功耗也会稍高一些 通过3DMark跑分数据也能看出来 频率更高的870它的GPU分数也要更高一些 但是还是要说明一下 除了这种极限测试之外 高频率的优势 游戏是高频率大核心部分 在摩托罗拉Edge上并没有很好的体现出来 比如说频率更高的CPU 在游戏安装和打开的速度上 理论上应该会更快一些 但就我们的实际测试来看 骁龙870的安装速度反而没有865的快 通过CPU的调度频率来看 骁龙865在安装游戏时 8核心大小核心是火力全开的 而Edge S上的870 大核心和中核心并没有那么积极 所以说安装速度就慢下来了 另一方面也能说明跑分高不等于日常体验就好 当然了Edge S可能是出于功耗方面的考虑 摩托罗拉艾载S内置一块5线毫安式电池 支持20W快充 这个电池容量是很足的 我最近拿它出去用的话 使用一整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相较于我们国内的手机市场 它的充电功率还是略小了 有一点像三星苹果的路子 充电策略上没有那么激进 比较求稳 我们也做了实测 充电功率最大能达到19.2W 大多数时间是在14W到19W之间徘徊 充电时间上 10分钟充电11% 20分钟充电23% 30分钟充电34% 1小时充电65% 1个半小时充电92% 后面的捐流时间就比较长了 全部充满需要1小时53分钟 它这个整体的充电策略呢 跟我们测试的iPhone 12 Pro Max 基本是一致的 全部充满的时间呢 也非常接近 这款摩托拉IS S呢 还有几个特色小功能 是挺有意思的 跟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它的前置摄像头呢 支持心率检测功能 我们只需要打开心率检测APP 然后扫描15秒即可完成 第二个功能呢 就是它的多屏协通功能 我们平时在开会视频 或者是打游的时候呢 可能需要更大的屏幕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 一根Type-C线 就可以把手机投屏到 显示器 电视 投影仪等显示设备上 不需要下载任何的软件 连接上之后呢 它会出现一个多媒体中心 手机呢 还可以充当出风面板 我们在连接的同时呢 手机上的各种操作 也都是可以进行的 忽不干扰 还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 第三个就是它的机身 左侧呢 有一个专门设置的 一键触达尸体按键 我们设定好之后呢 就可以一键直达 我们所需要的界面了 比如说我们最近 外出的话都要出示健康码 直接按一下按键 就可以一键直达了 轻触两下机身右侧的 电源按键 还可以显示六项快捷方式 支持调用 常用 应用 工具联系人等 摩托罗拉 爱仔S是 今年推出的第一款机型 堆料呢 还是挺俗的 90赫兹刷新率 21B9的屏幕 首发骁龙870处理器 还有LPDDR5和增强版 UFI 3.1加持 前置双摄加后值 6400万 四摄搭配 还有5000毫安时电池 再加上前面 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小功能 日常当一款主力机使用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它的售价是1990元起步 这一次的定价可以说是非常有诚意了 绝大多数的骁龙865机型到现在也没有这么低的价格 这几年摩托罗拉在国内发布手机的频率并不高 也希望这一次的新机能打个头阵 后续还是要继续跟进更好更优秀的机型 那我们关于这款手机的内容呢 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我是苏马先生 我们下期见 没事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愁